嗨,各位姐妹们,我是Jacky 今天的视频呢,要和大家做一个粉底的实测 那今天要测的粉底呢,就是这款Patrick Tarte 我这一次斯芙兰打车的时候买的 以及呢,和他配套的一个粉底刷 今天呢,就要给大家做一个10个小时的上脸实测 看一下这一款粉底在脸上的表现怎么样 适不适合你来买 我这次买的色号呢,是Fair 2 我是一个,基本上就是黄衣白吧 然后,我是中性的皮肤 我们先简单的看一下它的这个包装 它那个包装呢,就是那种镜面的 就指纹收集器吧 然后呢,打开呢,它是分两部分的 一部分呢,是它的粉底膏 然后一部分呢,是它的散粉 粉底膏呢,是上面它会有一个这个盖子 把它盖住的,和他们家其他的产品一样 膏装的产品,它都会设计一个盖子 这个我觉得还蛮贴心的 因为怕它干掉嘛 然后呢,就是它的这个,下面这个散粉 我刚才有很仔细的摸过 它这个散粉的粉质是非常细的 就摸起来非常的舒服 再来和大家摸一下这个粉底膏 我给大家看一个镜镜 它这个粉底膏就是非常的creamy 然后呢,就是它的这个刷子 刷子有两个头嘛 一个头呢,就是上粉底膏扁一点的这个 还有一个头呢,就是上它的散粉 那我们现在就直接上脸 OK,现在呢,我们就看一下它上脸之后的表现怎么样 我们就用它这个配套的粉底刷 然后直接呢,沾取这个粉底膏 然后就把它上脸 我看到就是往上patrick 他自己用的时候呢,就是 直接沾了,然后往脸上上 我现在整个上脸的感觉呢 就是觉得它很舒服 我现在呢,这边半边脸呢 是已经上了它的粉底膏了 给大家看一下两边脸的对比 你们觉得这两边脸的对比怎么样 我觉得它呢,是有一点遮瑕度的 就是你皮肤如果有一点泛红啊什么的 肤色不均呢 它是可以帮你融合的很好的 就是我这里半边脸 我现在看镜头就觉得 这个皮肤的状态是非常好的 然后呢,也不是那种特别假的皮肤 我觉得还不错 那我现在把这半边脸呢,也上完 就大家取粉的时候 取那个粉底膏的时候 不要取太多 它是可以叠加的 你要是一下子取太多 它这个粉底刷刷过呢 是有粉痕的 所以呢,大家就要多刷几次 总的来说 我觉得粉底刷没有让我觉得非常的惊艳 但是它的粉底膏呢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我现在拿这个镜子 在这个灯光下很仔细的再来看一下 遮瑕度呢 我觉得黑眼圈这一块呢 你还是可以看到有一些 就是黑眼圈的那种泛青的颜色啊 包括你这边的斑点 不可能就是遮到100% 但是呢,它相对于现在一些贵妇的粉底液 就是非常sheer的那种粉底液 它的遮瑕度呢 就我觉得还蛮好的 非常日常使用就没有问题 然后呢,说一下它这个粉底刷 你看我上过粉底了之后呢 就是觉得好像就还好 不是说那么的好用 那我现在呢就用这一头来上它的这个 粉饼吧 它有点类似于散粉 给你做一个简单的定妆 很轻薄耶 这个散粉非常的轻薄 这就是我现在整个粉底膏 加上它的散粉上妆之后的感觉 大家觉得怎么样 我个人觉得呢 就是还是蛮喜欢的 整个妆感啊 然后它的保湿度暂时 我觉得都没有什么问题 现在呢是早上的9点27 就差不多9点半 我今天的整个测试呢 会给大家测试差不多10个小时吧 因为我觉得现在好像大家带妆的时间 10个小时是要的 然后看一下它10个小时之后的表现怎么样 我会中间给大家update 那我现在呢先去化一个全妆 好了姐妹们 我回来了 我就简单的化了一下眼妆和全妆 然后脸部呢 我没有做任何的遮瑕啊 腮红啊 修容啊 就让它一个非常干净的一个底妆吧 然后看一下它今天10个小时之后 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我现在要出门了 今天是周末周六 周六的情绪呢 一般就是陪小朋友 我现在上午呢 先要带哥哥去上那个kickboxing的课 然后过几个小时呢 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妆容上面的变化吧 哈喽各位姐妹们 现在呢是下午的2点37 那距离我上妆已经过了有5个小时了 我和大家来做一个update 给大家拉近一点看 我觉得有斑驳 就是在我的鼻子这一块呢 是有点斑驳 就这周围啊 就还是蛮斑驳的 它定妆呢 就是我没有用我的自己的定妆三分 是用它的那个散粉嘛 定妆之后呢 感觉定妆力不是那么的强 其实控油效果呢 我个人觉得还可以 因为今天又是一个晴天 刚才我还吃了一大碗面 然后也没有说额头 就是T区的出油 就我觉得控制的还不错 那我打算呢 再用这个粉饼 就在我这个T区的位置 给它做一点touch up 真的建议大家这个粉底刷不要买 就是弄完了之后 你看它这个刷毛都已经 有些地方就并在一起了嘛 并在一起了之后呢 它就会在你的脸上有那种刷痕 还是用这个15Mura的这一块 或者你们就直接用那个美妆蛋 我感觉用美妆蛋应该会装效还不错的 我还有一个感觉 就是这一款粉底呢 是比较显毛孔的 然后再补一点粉 我就用我自己的这个刷子了 我都不知道我这个粉底刷 因为我已经用过了 还能不能退 但总的来说 我觉得它的粉底刷 我不是特别的推荐 就我刚才又补了一点妆嘛 然后呢 就是在这个鼻翼这一块的附近呢 就非常的斑驳 就感觉那个妆是已经推不开了的 它现在这个粉底呢 就是死死的卡在了你的毛孔里面 非常奇怪 现在我对这个粉底呢 已经没有很大的信心了 那我们就继续再看五个小时 看一下它会不会随着我皮肤的出油 就有一点改善 那我们一会儿见 现在呢 是晚上的7点25 也就差不多是7点半 我已经带装有10个小时了 那和大家做一个最后的更新 就是 就继上次五个小时的update之后呢 它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 就是本来斑驳的地方呢 都还是很斑驳 然后呢 就控油呢 还不错 就是我的T-shirt 就完全没有出油 没有出油的感觉 这一点呢 还还OK 就是它那个斑驳和卡粉呢 真的就是有一点让人不能接受 哎呀 就是我对这个粉底呢 还蛮失望的 就我原本用它的时候 是满心期待的 而且我刚上脸的first impression 它是非常好的 并且我觉得这个粉底的颜色 是我人生当中买粉底到现在 和我的皮肤最合的 就是我刷上粉底就感觉是和我肤色一模一样的 基本上我没有买到过这样子的粉底 我刚才呢 还研究了一下Patrick Tart的那个视频嘛 他视频上面那个给他化妆的那个模特 是脸上是 我感觉是用了油或者怎么样的 反正脸上看起来很有油光 然后他再上他这个粉底霜 粉底膏 然后觉得好像会好一点 所以我想说之后的一段时间呢 我再试一下不同的方法 比如说用点护肤油啊 大家去上他看看会不会改善这个情况 那今天这个10小时的粉底试测呢 就已经结束了 大家呢也大概心里有数 这个粉底是不是值得买了 我现在预测如果说你是一个有幸吉父的话 这款粉底可能是你的菜 希望大家喜欢这种非常真实的粉底 也测评的视频 那我自己就很喜欢这样子的视频 我觉得可以给到大家非常直观的使用这个粉底的感受 然后呢你们也可以考虑说要不要入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视频见吧 拜拜 拜拜